哎 你们带的什么菜啊 我带的 汤玉绣丸 柱头春 芙蓉烟菜 见笑啦 各位 圆壳仙鲍鱼 凤尾鱼翅 砂锅喂鹿鲸 龙锦竹丝 两位妹妹的菜色确实不错 但公子齐先生可是画师啊 比起菜色可能更注重审美吧 这位姑娘倒是生得标致 你带了什么佳肴啊 青菜 萝卜 一些水果 来来来来来 好消息 好消息啊 大家都听我说啊 每个人呢只收一钱银子的报名费 一手交钱 一手交饭 公子齐先生保证把每一样饭菜 都仔细品尝 倘若哪家的饭菜合了先生的口味 我们保证有神秘大礼相送 来来来 都排队了啊 排队 都别挤 都别挤 一个一个来 都排队啊 排队 排队 我来 不要挤 不要挤 都排队 排队 排队 后面排队 老天有眼 这浪费食物是可耻的 既然公子齐与你们无缘呢 我就 翔巴您给吓的 嗯 你也是来送饭的吧 怎么 不送到屋内 烦到自己偷吃起来了 糖醋酥肉 你怎知 先生我喜欢吃这道菜呢 你也爱吃糖醋酥肉 你有朋友爱吃糖醋酥肉 菜 好吃 好吃 这才是先生我要的菜 随我来吧 好 好吃吗 好吃 有我心爱女人的味道 你吃啊 先生 张大人 真是稀奇啊 活着门厅冷落的太尉府 头一次来了这么多姑娘 待在门口全部是给您送饭的 在下实在抱歉 多有套扰 给我道什么歉呢 只是 原来先生 已经有了吹金转玉的美娇娘 若是被门外那些姑娘看到了 可是要伤心哪 大人 您误会了 她呀 她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 她跟随我多年 知道我的喜好口味 知道我的喜好口味 怕是远生门口那些姑娘了 你是我最爱的小侍女啊 她跟随我多年 知道我的喜好口味 怕是远生门口那些姑娘了 她的女儿 请问她 她的女儿 在她里面 她在陈生门口女 她爱人 她说她怎么不善 她然会 她唯一叫她 我想陈生门口哪儿 我看看你 这位是天真 这是我们的 再谈教的 她的男女 是天真 一种 那一种 没有 那就好 我现在就拆人 把那些姑娘送来的祸食 处理掉 好啊 那就有劳了 请 说了这么久的话 怕这饭菜都凉了吧 去哪儿啊 这菜还没吃完呢 傅雄约 你呀 小川啊 你可真没良心啊 先是放老虎咬我 然后又用神经罪蒙我 又把我一个人 丢在那冰冷的客栈里 你倒好 一个人跑到这繁华的高都来 你想干什么呀 在骊国戏弄我的那个公子齐 也是你赴九云了 是我 大人我心胸狭窄得很 改了我的曲子 还能安稳度日的 也就你一个公主殿下 所以你一直都知道我在高都 不仅如此 我还知道你去过凤眠山 偷窥公子齐 来让我猜猜啊 一色铜片准备好了 假发也买好了 胡选舞步不好学 不如用离步来代替好了 我跟你讲过 让你不要干涉我的事情 你放心 我来此地不是为了你 更不是为了灵灯 在这儿高都城里 我继续做我的公子齐 你呢 继续做你的小猪娘 咱们呀互不干预 嘴上说着互不干预 那你为何来高都 大人一定是想告诉我 果真是来看美人的 自然是来看你 高都城里 我来此地不是为了你 更不是为了灵灯 在这儿高都城里 我继续做我的公子齐 你呢 看你仅凭蝼蚁之力 能在这高都城里 捅出什么样的蝼蚁 看你使劲浑身泄疏 掉入万丈深渊的时候 是嘴里嚷嚷着复国 还是说 九云大人 九九 那就可得让您失望了 就算是我跌入万丈深渊 我也能够生火搭造 过得好得很 今日的话 傅九云你记住了 傅九云也好 公子齐也好 公子齐也好 不过是个名字罢了 上一次 没能陪着你 这一次 我总会把你抓住 好 好